腮红涂一涂,眼影擦一擦,眉毛描一描,口红擦一擦 万年苏颜脸,变唇欲风,沐喜感慨确实不一样了,又美又精致 没欣赏多久,脸上开始发痒,沐喜忍不住用手挠 实在受不了,她冲进卫生间,把妆给卸了 洗完发现脸上骑满了小疙瘩,又红又肿 原来是对成书行送的化妆品过敏 相亲的时间跟爬山的时间撞上了 惊喜窜到沐喜试探成书行,成书行一句恭喜让沐喜失望 惊喜却说她有酸味,第二天,创业公司总裁罗浩来白家相亲 沐喜不感兴趣,电话都不想接 罗浩安排好了今天的行程,先去商场给沐喜买几套好衣服 然后吃法国大餐,之后再带她去旅游景点,还可以去看日落 沐喜不愿听,把手机丢一边,发现过敏还没好 沐喜心生一记,想用这张脸把罗浩吓跑 他改变主意,答应跟罗浩出去玩 罗浩乐坏了 我就在你家门口呢 罗浩身板不错,白尚武很欣赏 而且他还是退伍军人 俩人很有话题 沐喜在脸上涂了胭脂,让过敏更严重 还换上了最难看的衣服,挠着头出了房门 白尚武看了多嫌弃,让他换件干净衣服 沐喜挠完头挠脸,麻脸麻子点点,完全和穿军装两样 罗浩目瞪口袋,婉拒扭头就跑了 白尚武以为自己看走了眼,对他很失望 沐喜也挤对父亲眼光不行 吓跑了罗浩,沐喜哼起了歌 没想到罗浩大包小包回来了 带了各种过敏药和敏感肌的护肤品 沐喜都傻了,这哥们还真是好人 白尚武帮腔,现在这么细心又底下的男人 真是不好找了 接到乌乌够的入职电话,随喜很开心 赞班第一天,衣柜被他翻了个遍 不想穿得太好,又不想自降身价 沐喜觉得工作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穿什么都无所谓,随喜自信心爆棚 天生丽质,穿什么都好看 半丑都赶不走罗浩,沐喜不知该怎么办 见沐喜如此抗拒罗浩,随喜问他是不是有喜欢的人 沐喜直直乌乌不要他管 沐喜一行员一向比较好 他让沐喜先不要拒绝罗浩,把他当备胎 一辆出租车靠边一下 后面的宝马刹到前面 脚踩香奈尔高跟鞋 身穿黑白色银衣裙,手提黑色香奈尔 寒指淋下了宝马 沐喜穿着黑色裹藤裙 脚踩黑色恨天高 手拎白色香奈尔一个肉色姿袜 一个黑色姿袜 两人一左一右,并排进入商场 没说一句话却杀气腾腾 水喜的黑丝,秒杀寒指淋的肉丝 两人对视,水喜脸上 血满的生意着 寒指淋一点晦气,恶狠狠的瞪着他 寒指淋知道水喜今天入职 故意打扮了一番 没想到还是水喜完胜 彩虹卷和陈豪放箭了两人 一整个被惊艳卷 美是美,火药味也挺足的 水喜跟大家打招呼 没一个人敢主动理他 因为寒指淋报不清重 公开排挤水喜 故意安排他坐角落 不让他接触业务 而是派他做打砸小妹 搬茶地水,打扫卫生 只有彩虹姐对他有好一点 叫他学会忍耐 那个谁谁谁 你还愣着那人干嘛 你的位置是在那边 发现水喜被针对 承说好杀到业务部 公报私仇 把所有人狠狠训了一顿 你们业务部 是不是最后比策划不一半的 彩虹姐吓傻了 把点心塞进水喜嘴里 屁颠屁颠跟着陈书航 要下一副指示 到老远听到陈书航信任 韩芷玲一领怒火 彩虹姐不想当炮灰 赶紧溜了 韩芷玲笑里藏刀 责怪陈书航训自己部门的人 陈书航手揣裤兜 从上到下骂了个遍 上班超过一个多小时 人才稀稀拉拉到齐 不骂你骂谁 韩芷玲炫耀夜景 解释自己晚到一小时 是因为临时搞定了一单 陈书航见招拆招 搬出客户压他 客户着急回复 你们业务部却没一个准信 我骂错了吗 韩芷玲压抑火 还想试探跟陈书航 有没有复合的机会 他质问陈书航 到底是为了业务的事 造训手下人 还是因为谁起 陈书航笑了 不愿再跟他纠缠 让他快去做事 说完扭头就走 一点也不托你带死 陈书航你站住 围观两人的骂战 实习大场见识 觉得很景气 这是一语响影 沐喜跟陈书航吃饭 刚想跟他表白 谁知陈书航又提起小月 一说到小月 陈书航嘴角呆笑 庆服得不得了 活泼百遍的小月 让他很是着迷 小月面试时的表现 更让陈书航刮目相看 沐喜闷闷不乐 把表白的话咽了